开队人绒绕了好几圈 人多到会场直接爆满 而他们都是为了耐良美制特展而来 但这却让展览场地被一大师生超困扰 毕竟看看这个 有学生职集竟然疑似有校外看展民众 把校内生态池乌龟直接爆走 让学生痛批太夸张 这当然很不妥啊 不行啊 这乌龟陪抱我们很久了 难怪又不见了 那平常很多乌龟 那其实真的不太好 我就觉得很荒谬 一定不好的吧 得知乌龟可能被爆走 被一大学生相当愤怒 因为水池里大大小小的乌龟 样貌可爱和师生朝夕相处 甚至还有人替校内乌龟 成立专属IG账号 随时记录乌龟的动态 但游客涌入校园 乱象可不止这一桩 有人更直接把校内装置艺术 给小孩当成荡秋千 另一头还有人干脆爬到艺术品上头拍照 让校方相当头疼 实际来到北一大的校园里头 这个装置艺术品的下方 校方已经立刻贴出告示牌 要提醒校外人士 这个不是游乐器材 北一大师生都再三呼吁爱护校园 毕竟奈良美智展难得在台湾登场 谁都不愿看到 因为少部分人没功德心 让展览蒙上阴影 三天权李维廷周凯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